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入新的主题 常收无用值,密上不惜棉 这两句话要补充的地方比较少 等一下我们另外再讲一段 所办详间点 各位通常看到很多版本都是写裁判 那是在这句话里面 它如果是财的话 可能是在这边财是写一点的不是熟的 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讨论 这句话是在说 这个长它的值的这一笔和这个值的这一笔不要写 无用值 就是这个值的不要 但是另外如果圆形草也可以写的 并不是说绝对不要 那我现在先解说这个用符号的 就是这一点就是用符号的一点 然后这个中间的简化符号也是一点 然后在圆形的头部写得清楚了以后 它是来经过这一点 这一点跟它合并 然后再来点这一点 所以它是要经过的中间这一点 然后中间这一点跟它再来 我再写一次 这个字如果这里写短了 它重心都要在这边 所以要平衡的话 这一笔要长一点点 长一点点来平衡 中间中间来平衡的 我再写一个圆形与符号的混合 这个是大家非常常见的字 这个最后的弦针 这一笔它的符号是一点 所以它也可以拉长的也可以缩短的 缩短就是一点 拉长的就可以拉长 我们比对这两个版本的长字 韩导峰的这一点 它的风格往往是点在这边 跟下面这个画重叠在一起 一般都是点在外面的 像右边这个长字 这一点就点在外面的 但是自保在这个长字 这里的中间 它这里要经过中间 所以它很短 所以很短 在平衡感的方面都是偏中右边 是比较不理想 我们来看这么多的长字 这一点要接近要靠中间的 所以它标在外面是比较不理想的 这个中间就是接近的中间 那所有的其他的字都是要接近中间 所以这个字比较不理想 另外我们要特别讲的就是 除了一点 这个一点以外 另外可以写一束的 像这个都可以写一束 一束的符号是一点 所以你要写圆形的一束 还是写符号的一点都可以的 收 这个字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带过去 我再写一次 收字的左旁 这一笔是主笔线 所以主笔线这样带过来 是比较清楚的 如果说把它写成两点的 就会跟其他的字 像这个墙 城墙的墙 左旁 两点 标成两点 这样子有一种混淆 比较理想的就是这里写出来 这两个版本的手 左旁 都写很清楚 这边也写得很清楚 这个五 我有讲过 各位可以回头去找 但是我这边 顺便再带过一次 中间一点 然后到这里来 然后这个是左右这个包起来的 然后四点一画 是这样 不过这里面不能够太宽松 这边是历书的写法 这边是钻书的写法 钻书的写法 就是上面对应的三点 然后里面的中间的一点 然后一横画一点 然后四点一画 这里长一点就是四点 下面的四点一画 这个五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中间有一点 然后包起来中间有一点 那如果说你要写 写一横的话 那就写烟行草 写四横 这比较理想的 我们来看这个五的笔录 从这里到这里 好像是他 从这里就接这里的一点 如果说你接这里 就通不了 但是写起来 好像是这里接这里 其实 他是这边接这边 然后这里都 再来接这一点 那这一点要对应上面的 要包容上面的 所以他点在这里 是不理想的 如果这一点 从这里点到上面 那就会对应 会比较端正 接着我们讲用字 他说长收无用值 这一笔不用 虽然在文献上 有没有写这一笔的 但是实际上 他这一笔是主笔 那主笔要写出来 才不会相撞 现在我写一下 这样子写啊 那如果没有这一笔 写出来会怎么样 没有这一笔 写出来会这样 这里要碰到了 这里要碰到 所以两个会叠在一起 叠在一起就很难看啊 现在这样子不会 我再写一次 这个是我们一般的写法 头要写清楚 头尾都比较清楚 省掉的头就不好辨识 而且会相撞 像这个情况 是属于例外 一个体系里面 如果例外太多 那就会不成立 所以我们原则上 它的头 草书的头和尾 要写清楚 比较好 我们从文献上 来看这个字 虽然这里好像有省掉 但是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省掉的 但是其他的字 其他的字都没有省 像符啦 这个都没有省 这个总盘都没有省 田也没有省 像这个油字 甲字 甚至第一笔一束的头 它都没有省 所以原则上草书的头部 第一笔不能省 我们再来看这个庸字 它即使不在头部 这个庸这笔也没有省 这个都没有省 再来看通字的这个用部 这边它也不是在头 但是它也没有省 再来这个字 里面有包容的这一点简化符号一点 那从这一点也可以点在里面 两种写法 如果点在里面呢 就是这样子写 我再写一次 然后这边是点在外面的 我们来看这两个版本的值 它的中间简化符号一点 这个是点在里面的 这个是点在外面的 这个点在里面外面都可以的 不过在文字结构的平衡感上面 下端长的原来是长的 所以长的是比较暗定的 那这个 这个就是 再来长一点点 那就会更理想 那这个是写一个方式的 是比较 在美感上面比较不理想的 所以各位可以去揣摩 这个文字平衡感的一个美感的作用 我们看文献的值 头部这一点不能省 从这一点出发就是这样写 但是这个中间写的很宽松 所以比较不理想的 这个字的 头的这一点不见了 是不对的 左边的是另外一种写法 横画先写 然后经过头部这样写 是可以的 像是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写法 也是可以的 下面这个字写的比较松爽 比较不清楚 好像是鱼 但是它又像汽油桶一样的 比对一下 下面这个字比较 下面比较宽 那就会比较安稳 这个字看起来就不安稳 密上不惜棉 这句话其实是有点化则天子 它说不需要这个头的棉布 但是在草书里面 它是头部要写出来的 但是如果说有写棉布也可以 这样子有写也可以啊 但没有写也可以啊 这个没有写的 所以两种都可以 不过我们再来看文献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 这个宝盖头的棉布省掉 我们也无从可考 但是依照草丝的这个基本的规则 是头部不能省的 因为省掉头部 变成一个特例啊 那就变成一个记忆 那就以后会造成这个混乱 我们再来回头看这句话 等于有点化则天主 我们来看王羲之这个秘字 是有盖子的 王羲之的第七代 孙智永和尚也是有盖子的 接着到了欧阳巡的时候 他就没有盖子了 欧阳巡是唐朝的 我们来看这边的 有些这两个 这写的比较乱 那这个也是看起来乱了 像客家的客 这个也是很乱 现在这个也是很乱 这些写得太过分的 大家要小心去避免 接着上次的写法 他有分成符号的就是三点 因为一束一点 一横一点 一横一点 就是三点 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 如果说你需要配重量的话 要用圆形草 所以圆形草就是 这样是圆形 然后这个是一点 然后这个圆形 它是增加重量的 如果不是的话就是这样写 不也常见 这个是圆形草 圆形草 圆形草 这个就是圆形草 它是圆形与符号混合 一横画的符号一点 然后接着一束 然后一撇一点 一拉一点 这两种写法 C 我以前讲过很多次 它 这里是一笔 然后对称符号写两点 如果是写形状的 现在 可以写成这样 我在写形状的 它可以写成右边 绕右边 也可以绕左边 这样绕左边 我们来看这个C 这两个版本 左旁的是 处理的 比较不顺 它的圆形 比较不顺 右边 通常我第一笔 的主笔线 写出来以后 再来用对称两点 像这个字 第一笔没有出来的 好像是 左腹右翼的翼部 这句话我刚刚有提到 很多版本 它是写的财半 写的财字 但是财字 这里是一点 那一点 以这句话的间谍 间谍是锁 要记住这个是锁 但是它写的是财 这句话明显脉络不通 所以我把这句话的 财字改成锁 它就通了 我先讲单字的锁 它是笔画扫的 它就是圆形的写法 这是单字的锁 但是如果这个锁 是边旁的 它就是这样写的 这样写 边旁 如果是财 它的单字的写法 和草书的写法 它是一撇的笔画是一点 像是一点 盼 我以前有讲过 我再顺便就带过去了 我再写一次 好 沿纸 盆ам 语 提供 比较 颜色 盆 盆 盆 一種是這樣子的 一種是 另外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這個是左旁這一撇省掉的 從這裡開始 然後接著上面它草樹有172層貫通下面 這裡還有一點 就這樣過來 以後這一筆 然後斜的打成直的 然後這一撇符號是一點 所以它要慣性成 慣性要繞成這樣子的慣性出來 這兩點表 重複一個歌的符號是不能省略的 我再寫一次 這個片部另外還有一種寫法 就是這個是對應上下對應的 然後第一筆寫了以後 再對應兩點層一線 然後這邊是 筆畫相交叉的符號 交叉的符號是這樣子 然後再接著一個木 接著一個木的寫法 我再寫一遍 我再寫一遍 這兩個這樣交叉的符號 所以孝是這樣寫的 下面一個字 它原來的傳書就是這樣寫的 後來改成楷書是這樣的 所以它是交筆符號 我們看這兩個版本的間諜 右邊的這個歌 兩點都是重複的字 下面也是 這邊也是兩點 這邊也是兩點 都是對的 然後左邊的都是手部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才字 第一個字的才寫得很清楚 如果是寫才的話 跟我們下面的手 就對不起來了 像這個才字的文獻裡面 它的草書不是寫一點就是寫一撇 這一撇一點 它跟手是不一樣的 像這個點心的手部 就不必多解釋 另外還有荒 地方的荒的邊旁 它也是呼應上面的 往上面跑的 另外還有一個木 木的一撇也是一點 它也是呼應上面的 木變成手了 也是一樣的道理 中文字幕提供